大家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根法师的枝条就是一个星期之前把它切下来 给它做准备是拿来扦插的 这个法师切下来之后呢是要提前一个星期做准备的 做什么准备呢那一期视频呢已经和大家说了 那么今天再说一下就是要给它切下来这个枝条 然后呢用上一些生根粉然后还有一些带生猛心去涂抹它的伤口 然后呢再把它放到一边去晾让它这个伤口呢逐渐的收紧 收紧了之后我们再拿来扦插它生根的概率会非常的高 而且呢能够避免这个枝条出现黑感 因为它的伤口已经收紧了也就相当于愈合了 它这个伤口呢就不会再被一些细菌去入侵 这样给它扦插起来呢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那么在给它做扦插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准备一些质料 用这个制食就非常的合适 制食是一种又跟能力非常强的质料 我们用来扦插这个法师多肉效果呢也是特别特别好的 我们先把这个制食用一个洒水壶把它打湿 让这个制食保含水分 然后呢再把这个枝条给它扦插进去就可以了 好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法师多肉它的枝条呢插到这个花盆里面 插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面一定是要向上的 就算它下面这个枝条呢弯的我们一样是要把它躺的正正的直直的 这样呢它长起来呢这个灌服才会更正更直 因为这个法师多肉呢它长起来会长得比较粗 而且呢会长得比较高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栽种的就栽不正的话 那么后期它生长呢可能就不是很好了 如果你也想繁殖一颗法师多肉的话 那么在春季这段时间呢就要进行了不要再等了 因为在春季的时候它的成活率和生根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